不是太冷 因为前一段时间北京不是冷到零下15度吗 所以零下2度叫做挺暖和的了 那是太真好 所以说做演员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看到他们非常光鲜亮丽 但石像飞花要付出很多的辛苦 那在这儿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孟光美好吗 谢谢 好 再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哎呀 看他在那点上洗得挺凉快 对呀 我们看得挺热闹的 这个不容易啊 演员在那么低温的水下 还有沐浴 还有百分的抚媚的动作 这样提到这个演剧 我们都演过 你看啊 是 焦焦演过 这个孟光美演过 程也就不用说了 王冉也不用说了 咱们萱萱也演过 司令萱萱也都演过 那莫不如今天在这里再来一个演技大考验 就再体验一下跟水有关的一些演技好不好 好 你这个主意好 那就这样啊 咱们先让小萱出列 好 有请 体验一下 假设你现在也在拍戏啊 OK 拍一个洗脸的戏 早上起床了去洗脸 好 根据我们的指挥 你来做这个反应就好了 好 现在睡眼朦胧的醒来 好 走到面盆前面准备洗脸了 水龙头要打开啊 要不然怎么有水 好 准备洗脸 哎呀 开水烫 怎么会是开水呢 再试一下 快 再试一下 哎 有点凉 哎呦 零下四十多度呢 那是冰 啊 下冰块了 好 水管要爆了啊 Danty 好 终于变温水了 可以开始洗了 抹一点洗面奶吧 哎 我安息练皮肤 好好 好好 哎 停水了 哇 你脸泡泡 好吧 就这样出去的啊 对 然后跟旁边的人借个挂呼刀 对啊 满脸泡就出去 哈哈哈 好 小萱算是经过了考验 对 三枪队也拍一个吧 好吧 那我们拍娇娇 娇娇 好吧 娇娇先出马 那娇娇出马就得加难度了 那加什么难度 人就洗脸 要不他就 洗澡 好 我去 你去干嘛呀 我去给他当水龙头好了 哈哈哈 开始了 什么水这个 正常的 正常洗吧 正常洗啊 喝水 我不爱洗澡皮肤不好 哎 我这个淋浴头是可以拿下来的 啊 拿下来吧 对 好 洗呀 洗呀 突然变成凉水了 哎呦 这个冷 这么冷啊 多危险 冷还不离开还在这洗呢 那我也洗 那也洗 哎呀 咕噜咕噜开水 开水 烫起皮了 好舒服 开水 有这样的吗 会 像我这儿冲一冲 这都掉皮了 这什么的呢 可是我经常在家里泡开水的 开水 好舒服 好舒服 对对对 现在好舒服 你就洗两个胳膊是吧 脚 脚 好 停水了 停水了 啊 停水了 干嘛 哎妈妈 你干嘛 不是 啊 这么个事啊 我以为刮我借刮胡刀呢 我们现在三枪队好像人盯兴旺啊 这边乡村队好像人少了一点 少了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让莫不如让他们俩刚才一直想当主持人 就是这个温度他们来主持一下 你看合不合适 好 两个队长来一个温度极限主持 比我更能出搜足位在这儿 对对对 行啊 你们俩不想当主持人吗 两个灯泡组合 这样啊 咱们就设定在零下40度的室外环境当中 你们两个穿着背心和短裤 来主持天气预报 谁家主持人这样 早知道主持人这样 发这么难吃 我肯定不抢了 那你看你都已经抢上了 那咱就来吧 接招吧 来 三二一 开始 忽冷忽热 要感冒 波风下雨 这不知道啊 眼牙掉了 看眼 牙 看眼 牙掉了 牙 看看这天也太冷 把我牙都冻掉了呀 把牙都冻掉了呀 把牙都冻掉了呀 肯定 做好 我 我嘴 嘴冻上 你说吧 快点 那个 我告诉你啊 大人 老人 还得尽量扫出门 这天啊 不设出门 都跟家呆着啊 我俩回去啊 我用脑袋想象 想象他们穿这个 短裤和背心 背心 往那一站俩脱脑那样 等着一个海尔兄弟 摘上就分不开 这是冰雕一起排出 但是反应挺快 对对对不错 你看长野队是两个队员 王小丽队是一个队员 真的太欺负人了 虽然说咱们小轩 以一顶十他的能量 但是呢觉得有必要你们再加一个队员 我跟你说啊他们多来个模特 其实模特我们的村也有 真的吗 他们是名模哈 而且是世界名模 我们村有贼模 贼模是怎么解释呢 就是贼拉帅气的模特 贼模 来个掌声 有请贼模 来看看贼模掌声 大家好 我叫宋小板 啊 怎么样 这是 踩踩着你 走摩托车那小就你是吧 啊这么个贼模啊 别别别啊 我们这是模特啊 那你别 什么事啊 后不要练 后不要练 再来这 他们这上了个打手 这是 那个 我一黑沙掌我推死你 你说的模特就是他呀 对啊 他你从任何一个角度 跟模这个字就不挨着 他应该是人类的好朋友 怎么怎么不挨着 没准没准立刻说的是妖魔的那个魔 哦那对了 理解错了 你不信你就跟他们真的模特PK一下子 你看神力 对对对对我就 你我我要我要 挑战一下 梦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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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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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但我不太想我不太想欺负小孩 哈哈哈哈 没事我我 走吧 他他已经不小了 哈哈哈 他今天四十七了 哈哈哈哈 那走吧 走 注意孟光美的世界 好 两大超模啊 马上就要进行现场的PK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国际模特孟梦梦梦的单人秀 好 好接着先来 贼模宋小宝登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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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跟着浪的 好啊 好啊 接下来呢 哎呦 摩摩联手啊 双摩 摩摩地 啊 行 冬天宝这好像是走火入魔的这样 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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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其实啊 宋小宝也挺不容易的 我们今天聊转行啊 蛻变 其实他也是经过很多的辛苦 今天成为大家爱戴的二人专演员 说说你之前 你之前做哪一行呢 呃 我人生当中啊 有这么几次经历啊 第一次呢 我有一个学生呢 转行为一个社会上的无业游民 啊 辍学了 辍学了 但是我 我小本毕业以后 小本是怎么 小本 小本毕业以后 完了 从又 无业游民 又转行为 唯一名就是 打公仔 啊 打公仔 完事之后呢 那才走上二人专的道路啊 啊 就是我人生当中这么几次经历啊 啊 啊 具体好玩的事有没有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具体啊 那是我 哎呀怎么说呢 那一年我离开家乡 背着书包到处去流浪 哇 两天两夜灼火车 呀要来沈阳霜一霜 嘿嘿嘿 当年我就来到采阳啊 在一家饭店打工 给后厨给人刷碟刷碗 有一天老板娘告诉我 说这高压锅呀 里面压的是泥酒鱼啊 人家客人点的是酱焖泥酒鱼啊 让我看那高压锅 说那上面的嘴啊 不冒气的时候 你把它拿下来 啊 要不有一爆炸 我说啊我知道了 这工压已经火烧老旺了 我就跑一边干别的去了 正绝皮我干别的呢 就在那边当一声 完了 把厨房崩熄碎啊 他说 啊 你就与丰满五楼市啊 后来就为了陪人家高压锅 我白干半个月呢 那块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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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